在中国历史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段时期 晚清民国年间出现了一位奇女子 她虽为封臣 却又是状元夫人 她走四国董阳文 其夫去世后 风华正茂的她 先后在上海北京开设书谕 达官显贵登门拜会 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 这女子更是与瓦德西交涉 成功保护了北京市民于水火 被民间称为九天护国娘娘 她就是赛金花 一位流传了一百多年的传奇人物 赛金花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一度成为文学家 历史学家 以及众多影视导演 编剧 向往的话题 已故台湾著名电影导演 李汉祥 就曾计划将赛金花的故事 翻上大荧幕 却因种种原因 都未能与观众见面 2012年 北京巨龙文化公司 携手著名导演 田信心 著名表演艺术家 刘晓庆 和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 经过不懈努力 终于将一步展现赛金花传奇人生的艺术作品 搬上了话剧舞台 传奇女子赛金花 终于带着她的传奇人生 在话剧的舞台上 与广大观众们 见面了 传奇剧从我作为话剧观众的角度来讲 我没有太看到过 晚清不同于清朝 也不同于民国 就是晚清非常的不好搞 因为她是八九月乱穿衣这样的感觉 所以从造型和人物状态上非常的奇妙 在排练当中真的是恐怖的岁月 根本几乎四十多天 我根本没有睡觉 人物的这种复杂性 还有有的时候会幽默一些 有的时候非常有张力 她就在哪面 我是腰素了 还是胸小了 还是脸都不好看了 我到底男人长得不漂亮 你非得给我摔清楚 然后有的时候又很心酸 她这个人物的开河比较大 男人都是恋着你的身子 我是敬着你的人 只要能看着你就成 首演开始至今 话剧《风华绝代》 已经经历了二百二十五天的演出历程 首演之时 各大媒体分别以《风华绝代》迷倒众生 刘晓庆出演《风华绝代》 盛在气场 刘晓庆《风华绝代》首演现场 众星捧月为标题 重磅报道了该剧首演的盛况 小青姐是一个在表演上特别有自己独特风格的 很有性格的一个演员 她是我们这代人的偶像 我很喜欢她在表演方面所具有的那种能量 演员那种直接的喷发出来的生命力还是蛮有意义的 别忘词 别紧张 希望能够顺利 全国巡演期间 《风华绝代》剧组奔波于各个不同的城市 为了将最精彩的演出呈现给观众 全体演员们仍然每天坚持刻苦的排练 刘晓庆早已与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融为意义 这个《三星话》这个人物 我从演绎他来讲 如果是一个电影或者是一个电视剧 其实是不难的 真的比较有困难 这个戏的台本写得非常深 因为在台上差不多三个小时 就基本上那个台词量有很多 就能给一本书 过去是一直都是电影演员出身 但是对于话剧的这种特殊的表现方式 并不是很熟悉 答应我的条件 土豆给你 要是不答应啊